你好董振冬 那欢迎来到聊天成交超人软体的后台 当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界面 OK就是数据基本上都是0 那你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要点击这个左边的 Import Account就是贿赂你的Facebook账号 那这个时候呢请你先呢登录 你等一下要绑定的Facebook账号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这个动作 你只要点这个Login with Facebook 由Facebook登录 那你第一次的时候呢可能 会先引导到Facebook 然后要你授权然后允许 那你可能会看到这些画面 那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绑定过了 所以呢他就直接呢把我的Facebook账号呢 然后还有我这个账号里面的所有的粉丝页 然后都抓来这里 所以呢呃所以如果你的 你在登录的时候看到画面没有像这样子 也不用紧张 他会先暂时把你引导到Facebook里面去 然后去授权 你只要完成那个授权允许 然后你就他就会抓 这个就是你说粉丝专业 那呃这个就是你要做的第一步 因为只有当做这件事情之后 你才有办法使用我们的聊天成交超人 去建立你要的聊天机器人 OK 那接下来呢我很快的教你呢 怎么打造呢 一个自动回复 然后自动私讯 给别人的一个机器人 一个脸书的机器人 那这个时候呢下一个动作呢 你汇入之后你要来到这里 这一个叫lead generate这个叫名单收集 那这个名单收集呢 你要先来 呃我们等一下会来这边用 但是呢在这边 在呢你 你要打造这个自动留言 自动私讯的机器人之前 你要先有一则贴文 所以呢我们要先回到呢 我们的粉丝页这边 好这个是我新成立的粉丝页 那附带一体呢 如果你在你在使用聊天成交超人之后 又有新增一些粉丝页 好那这个时候粉丝页 它并不会主动的出现在这个清单上面 新增的粉丝页啊 你要让它显示出来 你需要再到我们刚刚这个贿赂账号 然后再点一次这个login with facebook 这时候它才会更新去抓取你新成立的粉丝页 你要记得 如果你有新成立粉丝页的话 务必来这边再点击一次login with facebook 它才会显示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制作第一个 一个自动回复的机器人吧 就很简单 所以我这边呢就一切简化 就说留言数字1 拿赠品 然后留言数字2 拿奖品 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 反正到时候呢 这里有一些细节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个贴文啊等等的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那在这一整影片呢 我用最快的时间呢 示范给你看 我要怎么打造一个自动回复跟视讯的机器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访客呢 留言1或2 那他可以相对的去就获得某一些东西这样子 好那呢你就接下来就发布 这一则贴文 好那这个贴文呢 发布了之后啊 我们再回到这个聊天成交超人的后台的这里 lead generate 名单收集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击第一个选项 enable auto reply 就是启用自动回复的功能 好那我们就点击这里 好那点击之后呢 它会列出来你所有的粉丝页 那我要找呢我刚刚的那个新成立的粉丝页在这 聊天成交超人这里 那这时候我就点击这个蓝色按钮 就是获得最新的贴文并且启用自动回复 这个按钮 所以呢他现在呢就会抓我最新的贴文 我所有的贴文啊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呢 是我刚刚留言的贴文的内容 所以我们是要针对这一则贴文去启用自动回复 所以每一次呢你留下 你要先到Facebook去先把贴文写好 然后再回到这里来启用自动回复 好那我现在就点击启用 启用的时候呢我就要开始准备设计了 所以呢这边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你想要发送讯息给一个读者许多次吗 那我们建议你呢点yes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呢 当你的这一则贴文如果扩散的太大 或者是说我们系统呢已经有太多使用者同时在操作 系统呢Facebook呢这是他内部哦 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呢 他内部呢会设一个上限 就是当留言的人太多 那他会导致呢我们这个自动回复的机器人当掉 就是他如果真的台率说一秒钟有几十个人留言 那一秒钟那那个机器人那个Facebook他的限制 他的那个自动回复的功能没有那么强大 可以一秒钟回复几十者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会导致呢这个自动回复失败 那我们启动这个呢就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呢 你可以在这个贴文底下再附注说 如果你留言之后五分钟或十分钟 你没有收到自动回复或私讯 那你可以再一次留言 那他再一次留言的时候 他就会再一次收到我们的私讯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说你想要传送私讯 给一个人许多次吗 你要点yes 那这样子他留言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他才会持续收到 收到你的留言 那如果你写no的话 那他如果留言一次失败了 没有收到你的回复 那留言第二次之后也不会收到 OK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点yes 那当然如果你粉丝数少的话 那一开始选no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选项是呢 你想要启用 回复 就是评论吗 那当然是预设是yes 什么意思就是当对方留言的时候 你要不要让我们的机器人 在这边也留一个言给他 那当然是要嘛 那第二个呢是 你想要呢 自动呢 当别人留言的时候 你对他的留言自动按赞 我们有这个非常额外的功能 那我们点yes给你看 就是说只要任何的使用者 他在你的这个贴文留言 然后你的你这个软体会自动以你的粉丝页的名义 对这一则贴文按赞 然后呢那接下来呢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说 呃不管 不管你的使用者留言什么内容 你都会自动去回复他 还是呢你要第二种 就是你要指定呢一些特殊的关键字 例如说我刚刚说留言1然后可以拿什么 留言2可以拿什么 如果你之后你有制作这种 要留言ABCD 或留言什么特殊的关键字 然后他才能够获得什么 那你就要选择第二项 那我们在这边的例子呢 就是以第二项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留言1嘛 然后留言2嘛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来示范这个 那接下来呢你要呢先对你的这个宣传活动来命名 那你就自己就是 这个名称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所以呢你就随意命名 那如果你是送赠品 那你就把赠品名称打上去 类似像这样子 你就比较容易辨识出来 这一个宣传活动是在干嘛的 那接下来呢你就要选择 在这边打上任何你指定的关键字 像我刚刚说留言1嘛 然后呢会获得什么 所以我就说留言1 那这里呢就 呃我们的系统呢可以让你回复 两种回复 第一个是 private reply是私讯 就直接私讯到他的 Facebook的信箱 这个私讯呢附带一题 他是可以在手机上接收的 你可以在桌机上接收 所以这个私讯功能非常强大的 那通常我们是把答案呢 发到他的 或赠品发到他的私讯 那例如说 呃 这是私讯 内容 你留言1 我们等一下来测试一下 那呢 那这个 这个评论的留言呢 一般就是示意他 感谢他他有留言 然后请他到私讯里面去看 去看答案 或者是去索取正品 感谢留言 已经寄到你的 已经私讯给你了 就这样子 那你留言的时候呢 你可以标记呢 你可以自动贴上他的姓名 所以你就只要点 一般都是点这个 first name 就是他的姓名 你点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一个标签 然后你就加帽 到时候他系统原则上会去抓 他的姓名 有时候会抓不到 但是绝大部分会抓得到 然后呢 这里呢 你也可以留言他的姓名 那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是 标记他 你可以标记他 我们来试试看 那标记呢 标记的使用的技巧是这样子 如果你这个留言数只有几百人 甚至几千人 那还好 可是如果你有一则贴文不小心 就是标 标记 就是说 留言人数啊 好几千人 如果就几百人还好 如果是好几千人到破万人 这时候标记的功能啊 就会不当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如果做 你如果在太短的时间内 一直标记人 Facebook他有一个机制 他可能会暂停你标记的功能 所以呢 你的这个自动回复的机器人 可能会暂时淡机 所以呢 标记人啊 这个你要记得就是 如果只有几百人留言 那通常不会出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预计呢 你这个贴文会有好多人留言的话 几千人的话 那就建议你呢 就选这个 first name 就不要去标记 好 那这边呢 还有一些表情符号 你可以加上去 像我这样 加这个表情符号看看 你就点击就可以了 把它贴上去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他留言1的时候 他会收到的讯息 那如果我现在还要新增嘛 因为他留言2 我还要再 我还要再发给他一些东西 所以这时候你要先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 新增 然后现在呢 我就是要他留言 这个数字2 那我这 那这时候通常就是复制一下 你私讯给他的内容 就是这是你留言2 好的私讯 然后呢 那 这个评论呢 的回复通常都一样 谢谢留言已经私讯给你了 好 那现在1 2呢 我们都已经设计好了 那没有其他的 那如果他留言了其他的呢 所有其他的状况呢 那就是在最后这两个地方来设定 好 就是 If no matching fun 就是说 如果我找不到任何匹配 前面的这个指定的这个 这个关键字词的话 或数字 就是这个1跟2的话 那我要 我要怎么在这一则留言底下 comment reply 就是在这留言底下呢 去回复他 我就说 哦哦 麻烦输入数字1或2 好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 那你要不要私讯给他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需要私讯给他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呢 呃 他是留言错嘛 你只要在 这个贴文底下留言给他 他通常就收到通知了 好 那 没有必要再多持一局再私讯给他 好 那如果你要私讯给他也可以 但是呢 呃 如果这个 我 我 我们是 大原则是这样子啦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 不要 不要把它操爆掉 不然他就有 呵呵 当机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呢 能够 不留言给 能够留言越少越好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把握这个原则 就是说我已经在 平 他的留言底下已经有回复他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多持一局 去私讯给他 好 那前面为什么要私讯 是因为我们要把正品 或 一些 啊 他索取的内容 然后寄给他 例如说心理测验的结果 我们要寄给他 所以我们才要私讯 但是呢 如果他填错的话 我们就只要在留言底下 提醒他这样就可以 好 那一切都OK之后呢 你就点击右下角的 save 储存 好 那 这个呢 就代表储存成功 那这时候要关闭视窗 右上角这边 好 有一个叉叉 好 那现在这样子呢 就已经启动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 好 关掉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这里测试 好 那呢 请注意哦 当你测试的时候 好 你自己的 不要以粉丝页的名义 好 你现在是以呢 像 你如果要自己 留言测试的话 好 Facebook的预设是以粉丝页的名义 去留言 这时候如果你是用粉丝页的名义 留言 根据Facebook的运作呢 它不会启用这个自动留言功能给你 所以呢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请你呢 选择你自己 好 有没有看到 现在是以我的名义来留言 你一定要用你个人账号留言 不要用粉丝页的名义来留言 好 你要测试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用我个人账号留言 好 那例如说我现在留言1 好 我现在都来留 留看看 我等一下留言1 然后也留言2 然后呢 也留言3 就是随便乱留 然后呢 看看我们的 自动回复机器人 好 有没有 在运作 那原则上呢 我们的系统呢 好 呃 设定的原则是呢 最快就是 每分钟 它就会开始启用自动回复 好 这个是 脸书给我们的极限啦 就是呢 说 它也不想要你瞬间就得到回应 所以呢 呃 我们的系统呢 设定最快最快就是 每分钟 所以我们大概呢 要等1分钟 然后等一下就会收到 自动回复了 所以呢 那 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成果呢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这里 然后呢 就是这个 Lead Generator 好 就名单收集器啊 好 那呢 这个成果报告啊 我们刚刚讲的是呢 呃 Enable Auto Reply 就是这个 在这边设定 这个自动回复的机器人 那如果你要看报表 是在第二项 就是Auto Reply Report 就是 Report就是报表 好 所以如果你点击Report 好 这里呢 你就会看到 好 我们刚刚命名的 宣传活动的名称 好 我刚刚命名测试 啊 这个是你粉丝页的名称 好 那这个是 你的 Post ID 就是 你如果点击这个 它会直接连接到那一则贴文 好 你是在这一则贴文 启用 自动留言的功能 好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 好 这边就启动 好 这个是 Post ID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呢 哦 记得来 Lead Generator 然后 的这里 好 来随时查看成效 好 这里会显示呢 Reply Sent 就是说这个软体呢 呃 我们制造卖回复了几封 好 所以这个数字呢 会 会显示在这里 好 那你可以随时呢 点击这个 Edit 去编辑这一则贴文的内容 好 你可以重新编辑或修改 好 如果你发现哪里有问题 你可以重新去编辑它 好 那 这里呢 还有更详细的报表 好 点击Report 然后这边如果有回复的话 这边会有非常详细的报表 好 就是 呃 自动回复的功能 好 那你也可以暂停这个 不要把它删除 好 就暂停这个 宣传活动 好 暂停之后 它就当然就不会 就就就就就不会自动回复了 好 那呢 画面 好 再说一下 好 那有时候呢 会出现一种状况 好 就是呢 当你回复很多的时候 在太短时间内呢 太热门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宣传活动会先暂停 好 因为呢 开始有发生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呢 可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 举例来讲 例如说呢 好 就是呢 有很多人检举你这则贴文 说是热色讯息 好 那这样子会导致呢 你这个自动回复 Facebook呢 会 会拒绝 好 你这则贴文持续运作 好 Facebook非常重视呢 呃 就是你的贴文 有没有造成别人的困扰 好 如果呢 他造成别人的困扰 有很多人回报的话 那就完了 好 那那那你这个贴文 就会自动暂停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看过 其他人在操作 这种自动回复的贴文 你会发现 当他量 非常大的时候 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的机器人都会当机 好 这个当机其实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因为当 当这个太多人留言的时候 总是会有人回报 这支热色讯息 或者是说 还有种种的因素 会造成 这个我们之后呢 会再更详细的跟你提 所有的功能 所有可能的状况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发生的时候 好 那你是可以先来这里 然后呢 点击这个按钮 就 False Reprocessing 就是 强迫他继续开始 好 所以我们系统呢 已经 如果被Facebook强制停掉的话 好 那 你可以呢 过一阵子 然后再点这个按钮 那基本上他就会 又开始去自动回复人 可是呢 在这一段期间内呢 他可能会 Miss 就是有一些人他留言 然后在被暂停的时候呢 你重新开始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 就是会有一些人 甚至很多人会 会那个 没有收到自动回复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操作非常成功 好几千人 几万人留言的这种啊 通常呢 我 这一类的软体呢 没有办法做到实全实美 就是每一则贴文都 百分之百的回复 不管是任何大公司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通常都还是要请一个小编 或是你自己 然后呢 去监控 然后看 有没有一些人 然后他没有收到回复 那一定他没有收到的 他有可能就私讯给你说 我没有收到 那这时候你就是要手动的 把结果跟他讲 这样子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没有收到 有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大概等了快五分钟 有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每分钟 还是每五分钟 然后那 你看我已经有收到留言了 感谢你 然后这个表情也出来了 然后 有没有看到 我有没有收到私讯 有 我收到私讯了 你看 他说 那这里呢 就没有成功的把我的姓名 显示出来 都没有差 他说 这是你留言一 我看到留言一 然后呢 这边呢 我就会直接收到通知 就是聊天成交超人 回复了你的留言 通常你只要在下面留言 对方就一定收得到了 所以我才说私讯是不一定必要 好 那如果我现在留言二 它也会有类似的功能 那我现在来测试留言三 因为三是不是就不是数字一或二 所以这个时候呢 等一下再过一会呢 它应该会显示出来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也 也先暂停一下 然后等它回复 好 所以呢 等了几分钟之后 你们看到它现在回复给我了 它就说 呃 它就说 哦哦麻烦输入数字一或二 就是刚刚我精确的 就是设定的 回复的内容 好 那 那在这个状况呢 我就说我没有要发那个 私讯给它 所以就没有收到私讯了 但是呢 通常有留言给你呢 你还是会 就是会收到这个脸书 右上角的通知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这里 来看一下这个报表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好 这时候就会显示呢 有没有看到有两个自动回复 因为我刚刚留言两次嘛 然后它回复两次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报表 更详细的报表 它这边呢 简单讲就是会实际的告诉你呢 呃 我留言的时间 精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然后 私讯 Provary Reply 就是Message 就是PN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私讯 那这精确私讯的内容 它也会抓给你 所以你可以荧幕了来 然后这个是呢 贴文底下的留言 那 这边呢 他很精确的就是 留言正确 留言内容 那这个回复的时间呢 就是 系统回复的时间 是在这 这个是呢 对方 他留言的时间 跟他收到 系统回复的时间 然后就这样子 那 这两个的时间 嗯 对 好 那呢 接下来呢 这个是私讯的状态 就是因为 像我在第一则留言的时候 我有要求他要发私讯 所以 所以呢 他这边就会显示 Success 就是成功 成功发私讯 那如果有发生任何错误 好 那你也会在这边 看到错误讯息 是什么 然后呢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第二次留言的时候 我没有要他发私讯 所以呢 他说 就说 No Reply 就是没有发私讯 好 那 留言的 呃 就是贴文底下留言的状态呢 他都成功 如果这边呢 有失败 他也会显示出来 这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查一下单字 你就大概知道他是错在错在哪里 但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或不知道怎么排除的话 你可以呢 再联络我们的客服 那基本上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现在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宣传活动 就 这么简单 就已经开始在运作 那最后提醒你 就是 所有呢 曾经呢 在你的贴文底下 或是传讯息给你 或私讯给你 只要他有留言过 他都会直接的 进到我们的 Messenger的名单 也就是说这些留言的人 你日后 是可以用我们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这里 有一个叫Bug Message Campaign 就是大量群发私讯的功能 直接就发私讯到他的 Facebook信箱 那我们之后再录制一则影片来教你 这一个功能 但是现在这一则影片就是教你很快的 让你可以马上呢 架设好你第一个 FB自动私讯回复的机器人 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